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杨寿成 邱达昌 梁浅松 赵世增纷纷到场搜行 有人说来给何鸿燊搜行的人中总计身家高达8000亿 另外霍英东的长子霍振廷亲自当主持人并且知道词 何超琼还是当众宣读了领导人翻来的道词 除了来宾的等级非常高外 灵堂的布置细节也非常用心 整个葬礼号资可能高达几千万元 当然几千万对于何家来说不算什么 不过对于何家来说 其实这次分光大葬的背后却有一个不小的问题 1916年清朝首富盛宣淮在上海出兵 当时震惊了整个上海 整个出兵的队伍长达30多公里 盛宣淮的夫人说 盛宣淮为皇帝建了一辈子州 现在去世就要用皇帝的规格来出兵 出兵那一天沿路的茶楼都高棚满座 所有人都出来见证这场风光的葬礼 整个葬礼耗资高达100万两白银 这次葬礼也成为了盛家最为鼎盛的见证 不到30年 盛宣淮的儿子就败光了数千万两白银的家产 对于何鸿燮家族来说 现在也是面临了巨大的挑战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何家的三张赌牌 两年之后就要到期了 澳门目前有六张赌牌 其中何家的澳伯 新豪国际 美高梅控制了三张 澳伯是何超凤两人其管理的 美高梅是何超穷管理的 新豪国际是何有龙管理的 另外三张赌牌是在永利尖杀跟银河的手中 2001年澳门进行了改革 何鸿燊垄断澳门博彩业40年的局面结束 随后澳门颁发了三张赌牌 吸引了18家公司前后镜头 最终三张赌牌编成了六张 并且最终由上面几家公司拿下了赌牌 2022年就是这些赌牌的盗窃之日 不过直到现在呢 澳门还没有公布两年之后的镜头规则 这六家公司是可以续约 还是必须重新镜头 这些都没定 如果重新公开镜头 那么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财团来镜头 毕竟如今澳门已经是全球的第一大赌城 而且规模远远超过了拉斯维加斯 同时澳门最近几年的旅游业发展也是非常的快 澳门已经成为了全球知名的旅游城市 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游客 对于何家来说压力确实不小 如果万一无法续约 那么他们在澳门的一切就将成空 他们庞大的赌场物业就只能跟别人合作 甚至只能把物业出售 现在澳门40多个赌场 何家占了四分之三左右 现在何家三个博彩公司经营都不好 金沙跟银河的年利润都突破百亿 何家的三家公司加起来都没有百亿 从目前来看 金沙跟银河续约的可能性都非常大 毕竟他们的经营都非常好 同时永利的机会也不小 何家的三家公司则压力巨大 澳博经营情况不理想 作为曾经的老大 他们的市场份额一直不断的下滑 现在已经远远不及金沙了 幸好国际则是利润大跌 几年之前巅峰的时候 一年的利润高达四五十亿 现在的利润才十几亿 美高达则是规模太小 到目前为止呢 有两个赌场 除了外部的竞争外 还来自内地的竞争 这也是一大问题 何鸿沙去世之前 在分价的问题是一直是举棋不定 何鸿沙希望的是平分 但是他的子女跟太太们却不是这么小 何鸿沙分价的方式 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大雷 二房三房四房 目前看似是一起管理奥博 何超凤 梁安琪当主席 陈婉珍当执行董事 不过以后肯定是谁也不服谁 现在梁安琪暂时没有发难 陈婉珍也假装什么都不管 二房则趁机联手或正庭控制公司 过一段时间 三房跟四房 为了子女的权益 他们就不会如此老实了 那个时候 如果梁安琪征书 她是否会带领自己的力量 离开澳门 甚至是自立门户 反而来挑战何家 这也是非常难的 梁安琪跟香港女首妇 朱李月华 是非常的好闺蜜 两个人 关系密切 本来朱李月华 就在澳门经营赌场 不过是跟何嘉诚包的赌场而已 如果梁安琪跟朱李月华联手 再加上郑玉彤家族暗中帮忙 那么情况就很难说了 这对于何家来说 无疑就是釜底抽薪 朱李月华的父亲 李慧文 是何鸿燊的头码 跟郑玉彤的关系也非常好 郑玉彤家族 也有意在澳门 扩大自己的力量 当年 郑玉彤 本来就是要自己 尽头赌牌的 只是叶翰不给力 输给了何鸿燊 后来郑玉彤才跟何鸿燊握手言和 并且入股奥语 不过多年来 郑玉彤家族 一直只是奥语的 第三大股东而已 如果梁安琪 朱李月华 郑玉彤家族联手 那么何家真的是非常危险了 另外陈伟真的态度也非常难说 过去何鸿燊在的时候 三房看起来就像是二房的跟班一样 这一次大秀做完之后 他在何家的地位也非常尴尬了 现在很明显 就是何超雄跟梁安琪争 陈伟真去争也争不赢 所以他肯定会把股份卖掉了 然后拿着钱离开何家 如果陈伟真把股份卖给何家的人还好 如果他把股份卖给了外人 那么就非常危险了 另外现在分家之后 奥于真正的大股东是何家 何家如果是取何家而代之 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何家只需要从小股东那里 再收购一些股份 就可以超过何家 目前何家是选择支持二房 不过很难说 以后何家也会改变主意 现在三张赌牌看起来最稳的 就是何有龙的先好国际了 何超雄的美高梅 也是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美高梅的美资背景 这可能会让何超雄受到不小的影响 西梦瑶为赌王家 升下了长孙的消息曝光之后 引发了网络上的巨大热议 而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西梦瑶的情况暂时还不得而知 但是老公何友军却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让网友们看了也是相当的惊讶 在文章中 何友军称看到网友们隔三差五的说 西梦瑶不好的事情 真的是替女方难过 但是西梦瑶去一直是没有必要 但是呢今天喝醉了 所以也是无所谓了 当然网友们说的最多的无非是两样 首先西梦瑶成了豪门生子的工具 其次西梦瑶生孩子就是为了夺产 针对这两点 何友军也是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生子还曝光了赌王家的遗产分配情况 那就是钱早就分完了 当然至于财产是不是真的分完了 其他人的确是没有啥评价的资格 但是从新闻媒体的报道上看 赌王家的资产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的比例 掌握在何鸿生自己的手中 主要包括公司股份 房地产 银行存款 有价 债券等等 总计接700亿左右 其实 赌王依旧是有不少的资产 这点呢 不用想也知道 儿子女儿和老婆有钱是一回事 自己有钱 那可是另外一回事 而且赌王这么清明的人 怎么可能在活着的时候 就把钱都分完了 真等到那个时候 那他可就没有什么价值了 其实从赌王的子女们 在二连三的生孩子就不能看出 大家就是为了多争一份财产 再做最后的努力 否则怎么可能像扩招一样的往家里见人呢 毕竟赌王家也是顶级豪门 想去人家家里当女婿和媳妇 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只不过大家最关心的 还是赌王家如何分家了 简单说 二房掌握了大部分实权 三房四房争的是一些边角料大房 自从长子长女 正房太太去世以后 就退出了遗产争夺的舞台 现在赌王家最有钱的 除了何鸿燊本人 就是他的女儿何超穷和何超凤了 两人的身价都已经超过百亿 当然由于股钱的问题 现在二房和四房也是争得不可开交 南岐热心发展事业 并在奥博控股连任主席 也是掌握了不小的权力 但是二房却一心想把梁安琪踢出局 独自的童懒赌王的博彩生意 当然家族争产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赌王在几年前虽然已经做了规划 但是毕竟年事已高 很多东西已经控制不住了 如果赌王不在了 他们家族也完了 那么多太太心都不齐 家族没落是必须的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这些太太和孩子们的钱 几倍都花不完 干嘛还要争来争去呢 根本原因还就是因为财产太多 如果他们那些商人觉得自己钱多 可以不用再努力了 又怎么会做到现在这种程度呢 有钱人不会觉得自己钱多 那是对你来说你觉得多 于他们而言 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 因为他们的消费太贵 为了维系住现有的生活水平 必须要不断的钱生钱 才可以简单说 虽然和友军称家里的钱都分完了 其实还有相当大的一笔财富 等着分配呢 赌王最后的资产换落谁家 才是最大的看点 赌王最后的资产是最大的资产是最大的资产是最大的资产的资产